消极会去年4月到10月间以乔装测试方式 请年满18岁的公读生穿雪深制服到全国各县市的超商大卖场 槟榔摊或杂货店的一般商店购买烟品 测试店家是否会询问消费者年龄或要求查看身份证件 若是没问就把烟卖出或是公读生说没带证件 店员人把烟卖出就算违规 测试结果发现147家槟榔摊有55家违规 一般商店235家有89家违规 四大超商平均违规率22.2% 大卖场平均违规率22.9% 以加拉福违规率35.3%最高 就会在所谓的习惯性侵袭也就是三个里面有 三个里面有两个其实就会成为可能的冤营者 好所以也就是他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入门坎的议题 所以为什么立线的法官者这么重要 那首先你们在新闻导里面有一个咨询给大家参考 其实那我们如果再把年龄调到20岁 会发现有8成7成8 700对78左右的人 是在20岁已经就接触年龄 所以为什么我们法年龄调到是有这么的重要 我们先做一个开头 那接着我其实要很谢谢小机会 那小机会在去年110年 那在22个县市 那组绑了640的商家 那用草商测试的方式 那也发现了整个违法卖业 有大概31.6%这个结果 可是呢跟去年比较 跟去年跟前年比较大概是 所以前年是37.1 也就是我们有在记住 那这个违法卖业让我们在持续下降中 那今天一般卫生局 其实这一般卫生局也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伙伴 他们在22个县市 其实以去年一年这个很辛苦的同学们的状况下 他们也是非常的在了解 跟整个青少年的这个违法案件的行为 那一年当中就有270件的违法案件 那也能够的撑处了大概168万的罚犯左右 那接着我就会想说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在关心烟害疫情 人生烟害防治的修法 其实是如火如荼的正经行中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从3月1号 今年的3月1号 新政院送去历史还有大会的比赌通过后 那3月23号有开了审查 4月14日有做了公计会 那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公计会有几个 大家是比较有共识的 比如说CM年年的提高 那点大家比较有共识 第二个就是场域的问题 大家也比较有共识 第三个其实就是罚款 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 当然罚款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这样的行为发生 所以我们其实在新的历安防治法当中 针对违法蔓延也进入 其实我们有办法反做提高的一个修正 那其实在COVID-19 现在当然是他的威胁比较大 那为什么在整个时候的病床 在家有针对吸烟者的部分 也针对罚纳为中冬症的一个 的危险 危险者 那也就是在这边再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身边有任何吸烟的朋友亲人 或者是家属 我们其实都有介绍 我们来请大家再多多能够宣导 那其实会过去年的时候 我们同样是在这个场地 一样来跟各位伙伴一头宣示 就是聚受烟品给其少 那非常开心的部分 就是在一年的努力下 那其实对了一种工业者 纷纷的进行的自律 那虽然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明年的时候 能够同样在这个地方 然后来继续宣示 就是聚受烟品的部分 那也有来各位业者 能够继续强化 就是所谓的远工教育训练的部分 然后纷纷达到自律的部分 但除了传统烟品这部分 其实刚才不重要的 提到很重要的一切是烟害防治法 今年终于送了通过了行政院 然后送进立法院了 那也非常开心的部分 是终于有将 细细烟品的部分 纳入了防治范围 其实细细烟品对于 台湾青少年健康预产 绝对不亚传统烟品 以国建议署今年年初的一个 新闻资料显示 在青少年的大专生当中 其实从107年 大专生在细细烟品的使用率 从2.5%到109年 如果其实已经提升到5.4% 其实它提升 比方达到两倍以上 然后显示这样子的细细烟品 其实也对我们台湾青少年的健康 维含 还是到产品非常入座的一个例子 但是对于台湾青少年 还有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来说 其实对新型烟品的认识 还不像我强谷烟品一样 要充足着认识与了解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希望 国建署能够与教育单位 持续的合作 强化新型烟品的一些 教育炫导的部分 以为护台湾青少年的健康发展 那我们从创造的 也是为了一件为烟性生活的部分 根据国建署自己的调查 其实在20岁之前 就是这些而上接触烟品的机会 如果之后成为规律的吸烟诊的 比例大概将近8成 然后18到20岁 它是成为这个规律吸烟诊 一个关键时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世界各国的立法据事 也是如此 在日本跟泰国 它的经验年龄也是提高到20岁 那在美国新加坡提高到了21岁 所以儿蒙在这边也是非常的支持 这个把马甘经验年龄的提高 这个的确是可以降低 这个吸烟行为 对于现象年龄的危害的 另外我儿蒙也要特别提到 等一下下机会公布的 这个机查的这个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还是有大概超过三成的这些商家 有做违法 判断严明的行为 那在现在的送到立法院的 行政院版 连害防治法里面 特别有把这个罚盘部分提高 现在是处罚1到5万 然后罚盘的部分 这次有提高到15万 那我儿蒙这边也是非常支持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方方向的 那我儿蒙在这边也特别在强调一下 是说因为WHO的烟草控制 框架控源里面 第16条也特别提到了 就是对于这个贩卖烟品的这些场所 场域必须要有很严格的核实 这个身份年龄验证这个机制 那我们也不方看到这个新闻版面的数据 特别是今天有出席的不管大卖场 可能超商我觉得制作的还还不错的 但是可能在一般商店 或者是平洋餐的部分 它的那个违规比率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那我也是 我也是在这边也是很呼吁 国建署可以在不到业者 是不是在员工做一些直线训练的时候 特别针对贩卖烟品的一个行为 这个员工的效率 要再多加产 依据烟害防治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任何人不得供应烟品给未满十八岁者 违规依同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最高可储新台币五万元罚还 这次将对桥装测试违规卖烟的店家名单 均转给各县市政府卫生局 并请卫生局加强击查及辅导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